石门区前华国小的操场老舅不堪 今年终于在市议员、蔡业维以及教育局 挹注经费之下 老舅的操场将于下周要进行翻新的动工仪式 而今天在上午的晨光时间 由校长带领之下 全体师生进行了一场告别操场的仪式 一到六年级的学生把操场当作画布 每一班都有专属于自己的主题画作 学童要用不一样的方式留念 跟相处多年的操场来说再见 换武师 为什么要换武师 因为武师是学校的传统 然后呢 然后希望在换新的操场之后 能够在新的操场上面武师 然后有更好的环境可以好好练习 才会有好的成绩 我说我像有一次我跑步 跟我朋友专道的时候 受伤有一个疤 然后我希望跟教校长换一下操场 那操场即将要动工 有没有很开心 嗯 为什么开心 这样就不会再受伤了 可以见到千花学童 每个人手拿一只粉壁 在地上画出自己心目中所想的图画 而校长与老师们 更是在操场的正中央画出爱心术 象征着千花国小的神神不息 对此学童表示 在以往的旧操场上 活动容易跌倒受伤 因此也相当的期待新操场的落成 往后可以无忧无虑的 在操场上奔跑活动 非常谢谢教育局经费益助 还有蔡叶伟议员的协助 让我们全校的师生 包含来到我们 前华音速魔法学院的所有的小朋友 都能够拥有一个安全 而且很棒的一个操场 因为操场即将动工 即将开工 也顺利发包出去 所以小朋友今天用一个 非常特别的化别大操场 让我们小朋友能够在上面 很尽情地画出他的梦想 我看到小朋友好有才 他们画到全校小朋友 在一起QQFamily 或者是还有像海底世界 或者是爱心术 大家充满了很多的讯息 在做传达 因为老师也即将 学校老师即将结婚 还有人画出求婚记 所以呢 在这个活动当中看到 每个老师 每个小朋友 都还有好有潜在的一个天才 前华国小的全校师生 真的是很棒 所以我们今天用这样一个 画别操场 希望在两个月之后 能够有一个崭新 全新的一个操场 跟小朋友见面 最后每个班级 都完成了自己的画作 集合而成的是 专属于前华国小的创意 以及创造力的大作品 为此 前华国小校长表示 从今天的活动当中 才发现 透过师生的合作 无间所激发出的创造力 竟然如此惊人 期盼带着孩子 用不一样的方式 告别老旧的序物 让告别不再只有 悲伤的情绪可以表达 其实也可以很快乐 借此也要激发孩子的 无限想象力 记者亮平函 师们采访报导